Goodbye or Goodbye 全球股市喋喋不休 害得投資人恐慌到了極點 還好照三運動在起 晶圓代工救台灣 外資真的很壞 大黃貨之後又偷偷買回來 自己的台積自己救 有趁機撿便宜的 記得加一啊 所以今天老牛要來介紹 在一群被錯殺的電子股當中 外資偷吃回頭炒 今天挖出的三檔半導體概念股 具備以下特點 1.系統評分80分以上 2.獲利穩定三率三升 3.本益比12倍 4.股利大於2元 還越發越多 5.填息機率100% 1.股利大於2元 1.股利大於2元 3.股利大於2元 1.股利大於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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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利大於2元 1.股利大於2元 升息風暴 席捲全球 未知的焦慮 持續蔓延 但是老牛一直告訴大家 你不該被恐慌給掌控 而是應該尋找 價格一時被錯殺的股票 才是我們獲利的好機會 這波殺的是高股價 以及 高本益比的個股 所以在大盤 賣壓減輕時 就是進場 減便宜的好時機 但是投資人 也要注意 自己的贏彈 第一季的獲利全數出輪了 這次老牛也帶著大家 選股票 一起來看一看 打開國安老牛APP 選擇 報警股策略評分功能 點開修改條件 選擇 外資加碼股 股利成長股 營收成長股 單季獲利 來到近8季新高 你們會看到 框出了一堆股票 這個時候 你們就可以從 股票池 下去找想要了解的公司 一週一次 兩週一次 久了之後 就會 認識很多公司 這次老牛挑出了 聯電 晶圓電 台興科 這三檔 外資偷買的股票 也算是三檔 老牛的老朋友了 這幾檔個股 在國安老牛APP當中 評分也有 80分以上的水準 首先 老牛就來介紹 晶圓代工二哥 聯電 股票代號 2303 聯電為台灣 第二大晶圓製造業者 全球市占率 7.7%的晶圓代工廠 生產基地位於新竹 台南 新加坡 及日本等地 聯電的客戶 絕大多數都是 IC設計公司 產品主要應用市場 依序為 通訊 45% 消費性電子 26% 電腦 17% 以及 其他 12% 聯電 重點匯總 營收 年增率 35.8% 今年現金鼓勵 3元 殖利率 6% 連續三年 鼓勵成長 近五年 填息機率 100% 外資投信 連續買超 累計 16萬張 打開國安老牛APP 我們可以看到 聯電 在老牛APP當中有86分 通常 基本面評分 達70分以上的個股 公司的體質 以及營運的獲利 就相對較佳 透過財報評分 可以第一時間告訴我們 目前公司的經營狀況 以及 未來的經營動力 近期因為不少因素影響 PC 筆電 智慧型手機 需求的下滑 不過在整體科技高度發展的大環境之下 車用 工業 網通的需求 都有持續成長 晶片仍然是處於 供不欲求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到 聯電的長短期營收趨勢的部分 近三月平均營收 由下往上 穿越了近12月平均營收 代表近期的獲利動能較強 有利於刺激獲利成長 股價也就有機會 隨之上漲 各位小伙伴可以觀察聯電的股價走勢 以及 長短期營收趨勢的關係 再來介紹第2檔 外資挫殺股 晶圓店 股票代號 2449 在半導體族群當中 下游的封測 因為沒有跟到 上游的漲價潮 成為了最早 被外資 看衰的族群 不過近期 外資又開始 偷吃回頭草 晶圓店為全球第2大 台灣第2大的 半導體封測業者 全球市佔率約8.9% 僅次於日月光集團 營收的來源以測試為主 約佔7到8成 封裝僅為2成 晶圓店 重點匯總 營收年增率19% 今年的現金鼓勵 3元 殖利率6.8% 連續3年鼓勵成長 近5年 填息機率100% 外資偷偷買 近期累計 2.5萬張 晶圓店在老牛APP中 目前為82分 2020年 4月的營收 均全數公佈 在封測場當中 以晶圓店的表現最為突出 4月的營收 達到了 33.82億元 年增率 22.63% 營收已經連續 兩個月創下新高 在長短期營收趨勢 以及利潤率分析的部分 也可以看得出來 晶圓店近期的營收動能 持續走強 最後 第三檔 外資挫殺股 是台新科 股票代號 3265 這檔 在APP中 評分有 97分喔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台新科為上櫃公司 已經成立 22年 上櫃至今 已經17年 產業屬於 半導體業 其主要的業務 同樣是 封測領域 低劑的營收 9.71億元 年增 43.42% 創下了 同期新高 稅後 盡利 2.28億元 EPS 1.67元 也是同期 次高的水準 台新科 重點匯總 營收的年增率 44.23% 今年的 現金鼓勵 2.3元 殖利率 4.4% 延續一年 鼓勵成長 近5年的 填息機率 100% 外資偷偷買 近期 累計 1400張 台新科 近期亮燈 出現漲停板 這個名字 非常熟悉吧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老牛前陣子介紹 細格 這家公司時 有提到 細格 透過併購 或者是轉投資 擴大營運規模 將 台新科 成遠 連策 等 納入旗下 所以 台新科的獲利成長 細格 也可以 母平子貴 展望後世 台新科 近年持續佈局 高階封測領域 並且取得良好的成績 公司將在AI 5G IoT 等新應用 加速發展 包括相關的伺服器 基地台 網通設備 對於2022年的營運 抱持著 審慎 樂觀的看法 封測的族群 老牛也介紹過幾家 除了細格 還有日月光 歷程 超風 第一季的獲利 也都不錯喔 由於時間的關係 老牛無法將 公司的優秀 營運績效 一一說明 建議投資人 可以到 谷海老牛App中 查看公司的財報績效 及最新分析 更能夠幫助你 了解一家公司 進而 安心抱緊緊 最後 提醒各位小夥伴 半導體電子的波動 比較大 越跌越買的人 就像接住下墜的刀子 滿手 都是血 所以老牛會建議 等市場的趨勢改變 或者是出現 止跌的跡象之後 再來進場 會比較安心 但是 別被 起起伏伏的 股價 嚇得 瑟瑟發抖 在每次的下跌時 有減到 便宜價就好 下跌時 抱安心 上漲時 最開心 多數成長性 穩定的公司 價格 一時被 挫殺 都是難得的 進場時機 只要奉行 抱 緊 除 禮 四大心法 只要時間一拉長 每天都有 鐵美的果實 可以吃喔 今天老牛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囉 記得到 古海老牛 App中 領取七則 終身優惠 古海老牛App 讓你了解 公司的營運模式 深入分析 財務績 看完影片 請你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每次上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推送到你的手機裡囉 如果錯過新影片也沒關係 只要到老牛的頻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聽哪一檔股票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老牛 古海老牛 帶你挑便宜股 報警公司大趨勢 請訂閱